姐 我的女人 你们也敢动 我早说你们两个有一腿吧 真是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林阳 你都病入膏肓了 就省省力气吧 苏颖雪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勾引自己的姐夫 我没有 爷爷 怎么办呢 苏颖雪 你想把我们苏家的脸面都丢尽吗 龙王刚要事案于我苏家 你就在这乱我苏家刚成 你是想让倩倩和你一样 你背负一个破鞋的名声吗 住嘴 你 这样的家 我不答应吧 爷爷 我们走 林阳 你一个将死之人 还敢在我苏家如此放肆啊 想走 没那么容易 你这条贱命 可是我花了重金买了保险了 要死 也得死在我苏家 放开 你就那么确定 我活不久了 要不是我每天 兢兢业业的 在你饭里下毒 就凭你 还值得我买重金的保险呢 苏千姐 你 爷爷 我觉得吧 还是要先把林阳和苏映雪关起来 免得这件事传到龙王耳朵里 凭想我嫁给龙王 还是我孙女想的周斗啊 爷爷我呀都倒了糊涂了 我孙女啊 不愧是龙王看上的女人 我看这个家啊 以后都得成她的 我一个俗家 你们就那么确定 龙王看中的女人是她 你在这儿狗叫什么 来人 把这两只狗狗关到后院的狗笼里去 你可以试试 小家家主帽